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雅各进入命定 命定是神对他的计划 是神要做的事 而在神要做的事情里面有一部分 是神要雅各做的事 要雅各去完成的 而在以赛亚书第55章里面讲到说 这就是命定 而这些命定是必然亨通 一定会做成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允许很多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要让我们的生命 长大成熟到足以去承担 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 就好像雅各 这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雅各说他是多辛苦的 他遇到的老板是多么的不合理的 然后有一个太可怕的结果 我们在录恩典365的时候 我们几个同人都在讲说 二十年里面十次还降薪水 二十年不调薪也就罢了 还降薪水 然后大家想说早就走掉 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走 是因为老婆压在人家那里 他有两个老婆 是人家的女儿压在那里 他不能走 然后只能够忍气吞声 怎么办呢 是只好闷着头坐下去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发现了吗 真的 老板会亏待他 上帝不会亏待他 他走的时候其实是疯疯复复的走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的知道像雅各这么精的人 像雅各这么聪明的人 像雅各这么诡诈的人 他终于检视到了 有一个人比我更精更聪明更诡诈 然后我跟他斗到后来 我斗不过他是因为他抓了 我有很多东西抓在他手上 什么 人家的女儿 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压在人家那里 我怎么办呢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谢谢主 他不得不承认 今天我可以带着这四对人马 丰丰富富的离开 不是我的努力 不是我的聪明 不是我的狡诈 不是我的手段 是上帝的恩典 他说我知道 我斗不过他 我没办法 但是上帝为我征战 我读给你听雅各是怎么说的 雅各说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与我同在 你如今一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如果不是上帝 我告诉你 你就会让我近身出户 你就会让我现在 什么都被扣在你这里 要走可以 你自己一个人走 我就是二十年前空空的手 从我的富家那里逃出来 二十年后再空手回富家 如果不是上帝 雅各非常清楚知道 我很聪明 我很精明 我很努力 我会抓抓抓抓 但是现在我承认 我能够拥有这些 根本不是我的手抓来的 你也很聪明 你也很努力 愿主今天也对你说 看看你走过的路 你现在所拥有这些 真的是你用手抓来的吗 还是你也像雅各一样承认 其实我真的很努力 但是我真的承认 这是上帝的恩典 愿上帝在我们的感恩的心里面 他的心得到满足